開直播打麻將摸兩圈 看著留言版的民眾手癢癢 但疫情期間這樣可以嗎 就是怕民眾誤會 直播主在桌上角的框框 特別強調符合三級防疫規定 要大家不用玩樂 安心看 安心打 但其實這依盡違規 警方上門搜證直播主 是60歲的成親男子 他理直氣壯 公然挑戰防疫規定 還認為一切合法 打開麻將直播間 阿伯阿嬤四個人圍成一圈 前方都架著攝影機 他們都有戴口罩 還用隔板隔開 直播主強調 我們不是在賭錢 是在教學 自以為無漏洞 沒違法被教訓打臉 疫情期間開直播 拚流量邀請好友群聚搓麻將 民眾搖頭蒸等湯 打麻將就是互相會接觸到就是 現在不是說不能請聚嗎 均所覺得真的滿誇張的 因為這種東西不用 不用一時刻意去玩這種東西 先前高雄才因為室內打麻將 爆出已遺傳15人的群聚感染 彰化花壇這群人還不信邪 非必要群聚打麻將被依法送案 最高可發30萬元 記者彰化綜合報導